2019年2月1日,据国内权威媒体报道,广州恒大已经敲定了维持豪、高准议,张修为这三位大牌国脚。 有今就有出,为了保持阵容的年轻化,广州恒大又已出售部分老将。 此消息一出后,恒大球迷议论纷纷,他们一致认为,这三名球员是时候清理掉了。 郑龙、张文昭、黄博文,可以拜上货架了。 郑龙、黄博文、张文昭,这三个人都可以卖了。 郑龙、张文昭、黄博文,都年过三十了,早点卖了吧。 郑龙、黄博文、张文昭,个两千万卖给那些排名中超下游的球队。 在小编看来,这三个人也确实该卖了。 郑龙求风偏毒,经常无脑下干,打国安一战,更是沦为了千五罪人。 黄博文昭如老太太过年,一年不如一年,状态瀟滑得比政治还快。 张文昭连波劳逸,他已经不是。